您現在是看守內閣 我們叫自己是過度內閣 不是看守內閣 我們叫自己是過度內閣 不是看守內閣 我們叫自己是過度內閣 不是看守內閣 不管過度 不管看守 有一個重要的責任總是把現在的整個政務 能夠順利的交接到下一任的政府 這是一個重要的工作 那麼有一些工作是現在沒有辦法完成的 那麼或者現在遇到困難的 也應該要跟下一任的政府提供建議或者說明狀況 我們會在交接裡面盡量去交代 好 那麼以下我要跟您就一個重大的建設來做請教 就是這個桃園機場捷運 那麼桃園機場捷運我相信對政府來說 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我們現在到現在為止 到了520就政黨輪替三次了 那麼桃園捷運從政黨輪替之前 然後輪替輪替再輪替 它都存在 問題都存在 那麼建設到現在沒有完成 但是坦白說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完成 2006年開始動工 到現在差不多10年了 那麼這10年花了徵收土地不算 花了1138億以上的這個經費 的桃園機場捷運 在3月4號交通部 那麼舉行記者會 說系統整合的測試結果啊 已經97.5%的可用度安全無餘 那麼這97.5%怎麼來的 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 這10年來 通車的時間 六次跳票 這讓我們其實最擔心的 不是追究責任 而是 現在 包括這個我們現在的政府 包括交通部的態度啊 告訴我們說 大致上已經完成了 那麼社會不太聽得懂 說如果已經完成了 如果測試都還OK 那為什麼不能通車呢 那這裡面當然會 責任會推來推去 那我在這邊啊 也不追究 但是我要問的是 我從媒體上看到報導 在3月5號的媒體報導 就是現在這個桃園機場捷運 卡關的三大問題 在限定的時間之內完成 也沒有辦法做到三分鐘 發一班車 我要請問院長 這是現在最重要的問題嗎 桃園機場捷運 那如果只是這個問題的話 大家會覺得說 那速度慢一點就慢一點嘛 如果可以走 就大家趕快可以有車子可以坐 部長跟院長覺得呢 我跟委員說明喔 那麼 如果 他們跟我的報告裡頭的資料 我相信應該是沒有錯誤的 也就是說除了剛剛委員 所提的提速的這一部分 速度沒有符合合約的約定 這個確實 這個我也同意 就是說一定要達到合約的標準 才可以來做 那當然過程裡頭 有一些工程上的瑕疵 那這些工程上的瑕疵 只要跟所謂系統的穩定安全無關 那當然這些可以持續改善 但是系統的安全穩定有關的 對不起 一定是在通車以前 那麼在ISTPISR裡頭 要完全去改善它 讓它可以通車 這是我的要求 那另外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也非常樂意看到 交通委員會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要求我們成立一個客觀的 真相的調查 所謂的調查小組 要有一個專家 我們非常樂意有這樣的一個專家來協助 那我們也期待桃園市 那麼也能夠推薦專家 大家一起來 對不起我比你打岔喔 所以我們大概的結論是這樣 就是在520之前 大概這個測試不會完成 對不對 現在就是說 如果可以按照現況 我要特別強調的 現況的速度來通車 那接下來就是所謂ISTPISR 趕快讓它趕快完成 那也有專家學者來協助 現狀的速度沒有辦法 現狀的速度 現狀的速度 現狀的速度就沒有達到標準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 沒有達到標準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系統 就是這吹不怕 沒打不夠力 還是因為安全的顧慮 同仁給我的講法 所謂可用度的意思 就是系統是穩定安全 在現況裡頭 所以系統還沒有辦法 穩定安全到可以達到那個標準 不是 合約的規定本來就是97.5 但是出禮看的時候要達到99% 那99%是出禮看的要求 所以我們也特別要求 那我用具體的數字來跟院長 跟部長請教 合約的規定 的車程 我們看上面這個表 普通車沒有規定 它多久要達到目的地 但是呢 直達車就是要小於或等於35分鐘 平均的時速 普通車要高於每小時45公里或等於 然後直達車要高於或等於每小時60公里 這個沒有錯吧 然後你們現在實際的測試的狀況 我跟這個院長可能不是很清楚 目前測試的數據最好的狀況 在2月4號曾經一天跑了23列 普通車41.11公里時速 直達車56.56公里 就是目前做整天的測試 到目前為止最好的數字 就是一天測試下來 最好的數字 那麼這個最好的數字之外呢 有不好的數字 那我們就不要講了 但是最好的數字 離我們合約的要求 其實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 那我們不是很了解 它是回到我剛才那個問題 如果部長答不出來就不要答了 它是因為安全 我再開快一點它就不安全了 或者是我這個馬達 或者我整個系統 它就沒辦法再快了 我們不曉得是什麼原因 但是呢 到目前為止 最好的數字就是這個數字 然後最短的班距呢 本來是要求 六分鐘要有一班 大概平均三分鐘要有一班 像尖峰的時刻表是12分鐘一班 10到12分鐘一班 離紅的話是15分鐘左右 但是為什麼我們在合約裡面會要求 在這個最短這個班距 你要必須要達得到 當然是考慮到特殊的狀況 比如說有這個跨年晚會 或者其他狀況 我必須要達到這個 要有這個能力 我不是一天24小時 都是三分鐘一班在跑 當然這個我知道啊 但是你如果沒有辦法達到 這個最短的班距就表示我需要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提供我的需要 你現在 包括高鐵局對外宣稱 最短的班距平均3分15秒 這廠商自己測試的 你知道他們跑了幾輛車嗎 跑出3分15秒 平均啊 你知不知道 你看到這個廠商的數字 你會去問嗎 我跟院長跟部長報告 四列 四列跑出了平均3分15秒 從此之後沒有再更好的數字了 可是包括北捷包括高捷 他們在測試這個最短班距的時候 他們絕對不會跑四列 他會有一個基準 至少要跑20列 然後去平均 這叫做最短平均班距 但是你們就讓廠商去 跑了四列車 找了最好的一個數字 就是對外宣稱 你看3分15秒跟3分鐘其實也差不多 但是這個不是我今天要追究的重點 我今天要追究的重點 不在於你們有沒有照合約 或者照現在的狀況 去讓他可以通車或者去繼續往下測試 我要問的是安全的問題 安全的問題 媒體上出現了一個數字 說你們測試到現在出現了4000多次的 這個異常 那麼這是陶園陶傑公司網站上的公開的資訊 這個所謂的4000多次 如果我們細看來看仔細來看 它其實分成幾個部分 這個4522次 其實裡面有大有小 連漏水也算在裡面 對不對 沒有錯 我們看核心基墊 就是上面綠色這一塊 核心 大的疏失重大的疫情 陶傑的這個統計資料 是從104年的2月 全部把它整合起來 104年的10月26日到105年的2月25日 整合起來 但是呢要考慮到就是說 後面在整個測試的過程裡頭 它逐步穩定完以後 那些確確的數據資料 才是真正需要的資料 前面後面如果已經改善了 你不能把前面的數據再把它放進來 當然啦你後面改善了 前面就不算數 因為測試就是要找問題 這我也知道 但是問題是 我們有辦法利用短短的測試 到現在這個測試的數字有比較好看嗎 到目前為止有比2月的數字好看嗎 2月26數字好看 後來陶傑現在在測試的過程裡頭 把我們停下來了 所以現在幾乎已經完全沒有辦法做測試了 我來跟院長跟部長請教 我看給你們看這個下一個表 這個是 海北捷運 這個是從陶傑的網站上面找到的 海北捷運高雄捷運跟機場捷運的比較 這個是在104年度 當然啦看起來不是很公平 因為我們還在測試 他們都已經穩定的在 用刷車385次 高雄捷運325次 機場捷運1278次 但是因為母數不同 所以平均 海北捷運在4萬6千287公里緊急刷車一次 高雄捷運4萬2千多公里 機場捷運338.96公里 也就是說 是其他已經運行穩定的捷運的100倍 就是說 多了100倍的機會 我必須要緊急刷車 這個蘋果跟橘子在比 不能這樣比 你這個還沒有平均的東西 聽我講完 因為我們還在測試 這我完全知道 但是我要問的是 緊急刷車的原因 他有辦法克服嗎 他有辦法處理嗎 除了緊急刷車之外 現在有一個Tiger Team 一直在處理這個事情 所謂發生EB的這種狀況 現在其實每天 我也在追蹤這件事情 現在每天發生EB的事情 大概平均一次左右 讓我把我要問的問題講完 最後我再跟你們講我的建議喔 然後接下來往下看 是滑軌 對不對 滑軌你們講的 理由我知道 說因為過年時間啊 連著力 我要特別跟委員 比較差了對不對 我跟委員報 其實這個有三個因素 一個是天后的因素 一個是軌道 連著係數的問題 一個是人為因素的問題 這就是我要問的重點 你提到天后 他有很多次的滑軌是在下雨 那對我來說 我要問的是 一下子說年底 一下子說三月 一下子現在說 不曉得什麼時候 有可能在今年年底 你要通車 那現在 但是我們看這個 電聯車歷次打滑的紀錄表 你可以看到 我們什麼叫打滑 什麼叫滑軌 就是我殺不住了 我在 或者我在 這個長斗坡 在長斗坡 這個下坡的時候 我殺不住了 到現在滑軌最嚴重 委員報告 1千3百公尺 2月26號發生滑軌事件 同樣用同一部列車 3月2號 3月9號 3月11號 那麼去測試了十幾次 完全沒有問題 這個我可以用委員報告 我想委員應該手頭上也有資料才對 對不起喔 部長跟院長 我要請教的 我在這邊不是要跟你爭辯 我這邊是要提醒說 這些問題它發生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如果天后會造成這個問題 那我們保證以後都不下雨嗎 那為什麼天后會讓這個列車會滑軌 另外我要請問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的電聯車是不是超重 我跟委員報告 委員大概提到的就是所謂車著重 有沒有超重15公噸 或者是空車有沒有超過40噸的問題 我們的合約 要求空車不能超過40噸 對 平均上 平均上 確實我承認 那平均也超過 有一兩列 部長你不要這麼急著跟我爭辯 我的時間快要結束了 我只是提醒 這個操縱我們用扣款 罰款它四百萬來解決 這個操縱會不會造成行車的安全 也請高鐵局跟現在的政府要誠實面對 交給以後的政府 謝謝張院長 報告院會上午質詢到此為止 下午兩時三十分繼續開會 進行交通組織質詢 現在休息 請多多多數 請坐 段文獄 平均 公司 剛剛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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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